7月8号清晨5点40分 台南市余会理事长林世杰 正准备要外出爬山 家人把车开出来 他去后车抖上 把狗龙拿下来 这时一切看来都很正常 就在林世杰站在人行道等自家车倒车时 一名男子冲出来开枪 林世杰被逼到角落 刀地后 枪手又近距离补了几枪 迅速逃逸 林世杰被紧急送医 抢救30分钟后 宣告不治 回到枪击现场 地上还留有好几个弹壳 地方正直要脚 在自家门口遇袭 警方来来回回 做地毯式的缩证 林世杰从家里走出来之后 就是在这里遇到枪手 被近距离开枪身亡 而凶手就是埋伏在隔壁三间 这个棋楼显然早有预谋 枪手不止预谋 恐怕也事先勘察过地形 枪手算好了 开枪将林世杰击倒之后 正好有大招牌遮蔽做掩护 在近距离开枪 目的就是预谋夺命 附近住家的监视器画面 也看得到枪手在案发前 快跑经过这一排 联动的透天错 躲在离林世杰住家 最近的一个招牌后面 案发后离开现场 也被拍得一清二楚 显然有人接应 到底是谁想夺林世杰的性命 我们目前初步看到 是艺人 但是并不排除 不排除共犯 所以目前还在厘清当中 警方在现场找到十一个弹壳 初步断定 歹徒至少开了十一枪 在林世杰倒下的地方 旁边计程车引擎盖 也有弹孔 显然歹徒并非每发都中 究竟是谁下的毒手 警方已经掌握可疑车辆 全面气凶 东三新闻 黄瑞玲王子明林玉信 在台南的采访报道 登上雪山东风顶 在海拔三千多公尺的山顶上流影 他就是林世杰 兴趣是爬山 北大武山他也曾到访过 喜欢走山林步道 也喜欢在山顶上欣赏云海 甚至在去年一月 爆发台南议长会选案时 检方发出鞠票 林世杰一度销声匿迹 说法也是去爬山 所以讯号中断 如今却在八号一早 要跟朋友去爬大洞山 却在家门口遭枪击身亡 林世杰是渔会的理事长 枪手埋伏有备而来 在地的立委得知消息 深感震惊 这个事情当然大家都很惊讶 渔会理事长嘛 就像大家所知道的 基本上他没有选举以后 就很少看到他 林世杰交棒给女儿林依婷之后 鲜少在台面上曝光 但在地方上 还是相当有影响力 当初他卷进议长选举案 就是他把蓝营的议员 方一峰请上车 这一回遭枪击 过去就曾传过 他有黑道的背景 会是遭寻仇 还是利益纠葛 跟会选案相关人有关吗 枪击案发生之后 地方上也有耳语 猜测会不会跟光电案有关 喜欢爬山的林世杰 在自家门口遭枪杀 究竟是牵扯什么样的利益纠葛 还是跟人结下什么恩怨 到底跟光电案是否有相关联 外界都想知道 东森新闻在台南的采访报导 出一个宠物笼 放到家里之后呢 二度要出门准备上 这个朋友的车子的时候呢 突然从旁边呢 冲进一名男子呢 是直接朝他呢 近距离来开枪 那么呢 这个林世杰是来不及反应 根据了解呢 他的中枪的位置呢 多半是集中在脸部 还有胸部 还有这个颈部的部分 台南市区一位理事长呢 林世杰遭枪杀身亡呢 目前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他的住家 他在住家 今天清晨要出去爬山的时候 遇袭了 那么呢 目前监视器的画面 也已经曝光 现在画面可以看到呢 其实呢 他从朋友的车上 拿出一个宠物笼 放到家里之后呢 二度要出门准备上 这个朋友的车子的时候呢 突然从旁边呢 冲进一名男子呢 是直接朝他呢 近距离来开枪 那么呢 这个林世杰是来不及反应 根据了解呢 他的中枪的位置呢 多半是集中在脸部还有胸部 还有这个颈部的部分 到底目前侦办的进度是如何呢 我们来听一下警方怎么说 我们目前初步看到 是一人 但是并不排除 不排除共犯 所以目前还在厘清当中 那有几乎 之前初步了解 没有这样子 目前还在厘清 还在厘清 所以详细的确定的时候 我们会再跟各位媒体朋友 做一个报告 那最主要是 我们目前有锁定一台车廊 那 详细后续再跟各位报告 那当事人 他当时是要去哪里 只知道他要出去 只知道他要出去 那么从监视器师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目前警方也研判 应该是只有一个人犯案而已 嫌犯当时呢 他是骑着一把短枪呢 朝这个林世杰呢 来近距离开枪 那么根据了解呢 目前可以看到呢 现场监视小组呢 仍然是不断的在踩阵 现场这些号码呢 其实有一些二十几号的一个机阵 包括了有蛋壳 甚至有烟蒂等等 那也包括旁边民宿的这个机程车呢 也有被蛋壳来波及 根据了解 目前至少确定呢 有九个蛋壳 但是他到底被开了几枪 还要再进一步了解 而目前掌握的一个进度呢 其实嫌犯呢 可能就是预谋方案 因为我们掌握到 其实林世杰呢 他平常是有爬山的这个喜好 因此呢 他在今天早上是五点四十分 准备要搭朋友的车 出门去爬山的时候呢 呆徒就埋伏的 发现他出来就冲过来了 朝他近距离来开枪 那么造成他至少中了三枪 那么送一之后呢 半个小时之后宣告不治 那么根据了解呢 林世杰呢 他其实呢 涉嫌了包括了有 这个议长选举的这个案件 他曾经有恐吓过议员方一峰 不过呢 最后一审是被无票 一审是无罪的一个状态 那么到底跟其他的 包括光电利益 还有没有一些关联 或者是跟其他人 有一些利益的纠葛 或者是有一些过节呢 目前呢 都成为警方追查的一个焦点 因为呢 其实根据我们掌握呢 其实林世杰呢 他的好朋友就是郭再青 也就是88枪的这个被害人 他背后涉及的这些利益呢 到底是不是他这一次遇袭的原因呢 目前都还要在调查当中 而林世杰呢 他其实之前呢 也选过议员 不过因为失利了 那他就找他的女儿林一婷呢 出来选 那么女儿是顺利的当选了 因此呢 他的女儿 知道这个2号之后呢 目前是不愿意发表任何的一个谈话 那么如果有最新的状况呢 东森新闻呢 也都将随时为您来掌握 我们先把时间交换台北 看到呢 警方是在现场地级的掌握当中 那么至少呢 已经有9个战壳哦 那么发现说呢 这个林世杰是53岁 他是今天早上大概5点40分的时候呢 从新乐街的这个住处呢 要出外去爬山 在住家的门口呢 找到枪手近距离来开枪 那么一次呢 中了三枪 分别呢 是在脸部 还有胸部 还有颈部 可能在这个范围呢 中了三枪 当时就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那么紧急送往永康 骑美医院急救之后呢 抢救半个多小时 仍然宣告不治 目前呢 警方正积极调越 电视录影带来追查 有没有坚异的共犯 那么根据了解呢 就林世杰呢 他平常是跟妈妈住在 这个清乐路5楼的 这个透天座 他是住在4楼 妈妈住在3楼 那么林世杰妈妈说 他今天还是在 儿子的朋友打电话 给他的时候 他才知道 儿子已经遭遇不幸了 那么根据了解呢 警方目前研判呢 凶手可能是预谋性的方案 就事先掌握到 林世杰的这个座席 那么呢 怀疑说呢 可能是有一些恩怨 或者是有一些过节 因为我们知道呢 曾经权 市议员失利的 这个林世杰呢 他后来呢 是婚女儿出来 林依婷 那么也当选 他的女儿呢 就是林依婷 也就是现任的 这个市议员 而林世杰呢 他其实也在过去呢 选入了议长选举的 这个恐吓案 那被控 被控 这个恐吓 方一封 不过一审是宣判无罪的 到底他今天被枪击 身亡 是否以这些恩怨有关 还是跟人 有什么过节 目前呢 警方都在 这一步了解当中 那么根据了解呢 其实他住家附近 有民宿哦 那么停在民宿前面的 这些计程车呢 也都惨遭波及 有些车子呢 这边也有 弹筒的一个状况 目前警方呢 都全力在 追查共犯 跟主刑犯案当中 以上是我们所掌握到的 一个最新状况 我们把时间 交还台北 好 那现场他们可以看到呢 警方到现场 踩件 至少发现 有9个以上的弹壳 那么现场是摆了 17个一个位置的方向 那么呢 在停在他附近的 这个计程车呢 也都遭到波及 那么住在附近的 民宿的游客 是表示说呢 他们并没有听到声音 他们其实是从桃园来的 然后呢 是住在台南 准备要回到 这个桃园去 没有想到 在清晨5点40分的时候 就发生这样的一个意外 那么根据了解呢 这个理事长林世杰呢 他其实他的女儿呢 还是台南市议员林一婷 他今天早上 清晨5点40分左右的时候呢 要从家里面 出还准备要去爬山的时候 在住家门口 遭到枪手 禁止离来开枪 胸口呢 疑似至少中了三枪命危 那么在6点19分的时候呢 子弟送往永康 其美医院来拯救 不过抢救半个小时之后 就宣告不治 那么警方目前呢 正在教育附近的监视器 来追查 有没有一些接应的共犯 那么根据了解呢 平常呢 林世杰的作息呢 都是相当的固定 那么警方研判呢 这个凶手呢 可能是持短端来作案 而且研判是预谋性的犯案 事先有掌握他的作息 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呢 就锁定了他 并且朝他来开枪 那么目前呢 除了追查这个接应的共犯之外呢 那么其实呢 林世杰他之前曾经转入了 议党选举的这个口案 曾经5万人交办 而且可以 我林清 清澈的连续枪声后 台南市区余会理事长林世杰的人生 就此停格 林世杰绰号土机 也是民进党台南市议员林怡婷的父亲 还曾经参选过台南市议员 当时黄伟泽牵起林世杰的手 多次服选 频频通荒 尽管最后没有选上 也获聘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 被视为是亲事长派 如今在自家门口遇袭身亡 黄伟泽指示要在最短时间内破案 面对这样子的凶手的凶残的行径 应该整个社会都是非常的愤慨 那也希望警方尽速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侵凶者生之以防 林世杰遭枪击不只是治安问题 在政坛也议论纷纷 由于他与涉及台南88枪枪击案的前民进党中纸委 郭再卿是Marci 加上去年涉及台南市政府议长会选案 他涉嫌恐吓蓝营议员一度遭积压禁建 最后全身而退 尽管已经宣布退出民进党 依旧在台南政坛扮演关键角色 林世杰曾经走过江湖 从上后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不仅掌握与会系统和地方派系关系深厚 歹徒到底与他有什么深仇大恨 非得要取他庆命 后续有待警方抽丝破剪 东森新闻黄丛群黄瑞玲 王子明林玉信 在台南的采访报道 接着今天晚上观众朋友 我们要带您来看到是 台南庞大的光电利益背后 扯出的黑金角力 今天出现爆炸性进展 关键人物郭再卿 面对千夫所指的压力 他宣布退出民进党 但是他不投降 这个是开启另一个战场 他要把角逐议长连任的郭信良 还有他口中的黑金人物 统统推上大公审的擂台 连民进党中央 连华伟哲都没办法置身事外 民进党拆了郭再卿这颗蛋 会引爆更大的一颗核爆吗 君章哥还有观众朋友 今年的这个911选举 台南民进党还是赢的 可是这个产胜的地方 现在看起来不堪文问 昨天我们还在谈 那个陈凯琳局长有没有 深压 最后怎么样 压起来了 他做普遇征券他还讲说 他接受现金 接受信招待 那切荣介今年6月就已经讲了 你看整整选举过程当中 如果早就爆出来的话 黄伟哲不一定赢 黄伟哲当时他进党总部成立的时候 至少那个现场主持人叫林一级 民进党立委 他所介绍郭再卿就是黄伟哲的总干事 但是在那个11月10号 88枪以后他就说 我不是进党总干事 然后被解释如诈以后说 我不要当中职委 然后中职委 然后现在再出现 他说那我退出民进党好了嘛 其实他们都说我是黑金对不对 因为马上 观众朋友 今天已经礼拜五了 我跟大家讲 礼拜天邱莉莉会不会是议长 真的打一个问号 会有变数 所以郭再卿他现在用 退出民进党来做切割 好了 不要再讲我了 你们民进党里面要怎么样好 黄伟哲 邱莉莉不要再说我了 我退出民进党 但是他直接就对欧民的郭信良 因为他也要选议长 他是现任议长 他跟邱莉莉要竞争 你也退出好了 我先跟观众朋友讲一件事情 就在我们录影没多久之前 一个国民党的议员 议员不是一般人 被陌生男子昨天带上车以后 直接跟你讲说 不可以到欧民的 我跟你讲 礼拜天的选举 你要看清楚 你只能投给自己 或者是你干脆不要去投票 就是不能投给郭信良 不要让五党跟国民党合作 让郭信良成为议长 直接把议员驾上车 议员被恐吓说 你不能投给欧民的 对 因为国信良这样算 我上次我昨天算给大家听 57个议员 29票过关 但问题是现在民进党 28个议员 不知道加个就可以 但偏偏 郑国会有6个议员 他们可能不想投 所以一方面是要把票扣过来 一方面就是国民党跟五党籍 不能投给国信良 所以居然有议员 观众朋友再讲一次 有议员被叫上车 他是没说怎样 他说你如果敢投给你 阿伯就去看看 这个议员怕马上跑去报警 观众朋友 他是议员他都被恐吓 谁叫说他敢对议员下这样的指令 然后在车上另外还有一个人 也是黄伟哲的装脚 是个余会的总干事 刚刚也宣布退出民进党 所以讲到这里以后 我想说我的天 台南是怎么回事 虽然黄伟哲赢得这次的选举 而且他赢得不多 北门都是给谢荣介 怎么会出现这么多 他跟郭再兴的关系 到现在解释不清楚 郭信良跟邱莉莉的进程中 扯出居然还有议员 可以被驾上车威胁不能投 然后这个时候 来观众朋友 民进党年轻人最喜欢的副秘书长 现在还是 我不知道来景德 雪上游是不是 就是林非凡 林非凡跟台南有什么关系 观众朋友 他是台南人 一带人 林非凡是台南人 那林非凡呢 不是我们节目在讲 观众朋友你看一下 来 导播特写一下好了 雪甲卢渣案 光电弊案 88相事件 这不都我们报信聋跟大家讲的吗 现在才跑出来讲 他说整个台南不能在乡院了 副秘书长 选举的时候 你就可以出来检讨了 就是不检讨他才敢成这样 好 他就剑指台南 觉得台南有问题 结果马上你可以看到 郭再青也就呛林非凡 你回来台南去看看 你要在台北说那 小岩他叫他零九万 他就用湘米去呛他零九万 所以整个台南乱成一团 连林非凡都跳进来 他说因为湘院忍让的结果 让现在目前整个民进党气势不好 他希望台南市政府 其实也就是黄伟哲 应该要好好的整顿 所以台南一个88枪极后面的 光电利益的后面的黑金大乱斗 他被林非凡逼退 他咬林非凡 他咬郭信良 他还要 林非凡还要黄伟哲出来 好好面对 不得相约 所以所有一个人等 都上了这个擂台 要一起被公审了吗 所以还有这些议员 被叫上车说不能通给谁 所以现在简单讲 我就说二十几年前 我看梁家伟拍个电影 叫做情欲之稀稀利倒 就是黑金 当时讲的是国民党 观众朋友我必须这样说 至少在台南这一局 真的看起来真的有点乱 而且台南市长黄伟哲 很多事情没有说明清楚 所以才会让整件事情爆发开来 到现在为止都觉得台南怎么变这样 整个光电 你看北门的那些老龙讲说 我一出门就看到 两个太阳要把汤汤汤抹到金 六十公尺往后都都不要 这件事情就是民进行要去改的 但问题是军阳哥 如果你今天说要改 那你是想说对 你要改什么 你有错才改嘛 对不对 好来 前天晚上礼拜三 我们沉默了很久 蔡总统终于发脸书贴文了 其实我再讲一次 他不应该是发脸书贴文 他应该出来开所有的记者会 面对所有国人的提问才对 但他发了那个脸书看了很久 没有重点他跟大家讲 在这里 我们国家整体的表现跟实力 背后的虚实与人民实际感受的落差 重点来了 林卓水马上开炮了 都不用我想 他真的就骂了 所以意思说你做得很好 但是民众没有感觉到 所以只是因为感受不在的对错吗 只是感受而不是对错吗 所以蔡总统这样的检讨 说实在让大家觉得奇怪 而且她说 好 我要开国安会议了 我开国安会议以后 再来跟大家讲什么 来 俊强哥 国安会议是什么 国安会议是总统召集国安会秘书长 国防两岸外交 比如说如果今天出现 上SARS的时候都开过 像9月大地震之后 李前总统都开过 像是8月的环台导弹 也开过 对 那种东西就要开 目前现在是什么 是民进党因为败选对不对 那是民进党家里的事 那是中华民国的危机 还是民进党的危机 这是民进党的危机 所以这种时候 你开国安会议要请到这个 那很奇怪 而且11月之绪号就已经败选了 所以就已经12月 过一个月才要开 所以郭正恩就讲了 他为什么要开国安会议 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 我们又不是说要打仗了 他是要告诉大家 賴清德要当党主席了 可是我还是总统 因为只有我才能开国安会议 好 那就顺着蔡总统的 这一个脸书的贴文 国家的这个表现实力 背后虚实跟人民实际感受有落差 那我反着问 今天九合一民进党的败选 人民的愤怒 人民的不满 你是掌握到了吗 如果你还没掌握 你现在跟党员报告什么 如果你还没掌握 2024你还想赢吗 所以其实就是说 你要深切的反省 你要把真的人民讨厌你的地方改过 到这为止蔡总统的脸书 都很没解对不对 但有一个人讲了 那个人叫赖清德 他已经直接公开讲出三点 一个叫论文 一个叫黑金 一个叫做基层反 以途不回 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你要进行改革 至少赖清德他愿意讲出这句话 可是民众会想的就是说 11月26号选完之后大败 12月18加一式前几天又败 明年1月8号 吴亦农跟王宏卫不知道怎么样 如果吴亦农又输的话就是三败 那你一路败下去 败到2024 民进党讲说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找连服务都找不到了 所以这时候大家就会见指 苏贞昌 苏贞昌院长就是现在目前行政院长 如果民众对政府不满 那就是对行政院长不满 那你如果不把它换掉的话 民众怎么会感觉你有改革呢 让大家觉得施政不利的人 就是苏院长 所以你就知道了 这个状况已经到了 民进党的唯一窗之后 不是中华民国 是民进党 为什么 因为原本在韩国瑜输掉 265万票的时候 大家讲说民进党可以执政很久了 国民党都没机会了 没想到在这一次921选举 选完之后来看最新民调 民众认为2024年 有可能政党轮替的人是多少 56 过半的人觉得说要政党轮替 民进党没有办法再继续当了 可能要换了 然后满不满意县市场的结果 满意的是46 也就是说民进党大败这件事情 有将近一半觉得说 民进党大败 我满意 有56人说2024即将要政党轮替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现在几个仇恨直高的 包含讲郭台铭是BAT 教授员的薛瑞源 包含了成绩中一天到晚 讲说中国大陆 其实这个也跟他有关 包含我们石斑鱼什么 都跟他有关 处理得不好 还有苏生昌院长本人 都是民众仇恨直高的 如果你不换掉 民众就没有感觉 但我要跟俊昌哥讲 还很难说 还很难说 换是要换谁呢 第一个就讲院长 因为其他的阁远说实在 我们知道很多东西会换 内政部长会换 教育部长会换 农委会主委可能会换 但是关键还是在隔魁 但隔魁会不会换 我们猜了半天不知道 可是有一个讯息可以跟大家讲 苏生昌他是想留的 周华这一首歌 《其实我想走》 其实不想走 从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以前都拿到撞球棍对吧 我来衝衝衝 但是你看 我两个礼拜前跟大家讲 他的态度会转软对不对 薛瑞源昨天不是讲了那个 郭台铭是编地销售员吗 不是薛瑞源出来道歉 是苏生昌出来道歉 你敢相信苏院长会道歉 他在立法院谁都敢骂的人 他会道歉 结果苏生昌他真的道歉了 他說薛瑞源不可以把 这个就是说所谓 买BND刺赛疫苗这件事情 跟推销员一起讲 这无关这样讲法不对 我特别要表示道歉 不要这样子讲才好 但等一等 薛瑞源讲的话 居然是苏生昌出来帮他道歉 难道这个是苏生昌 是你叫他这样讲吗 不是嘛 可是他居然主动跑出来 他也蹭出这个话题代表什么 居然哥这代表什么 代表他不想让薛瑞源再帮他点火 我现在要安然稳大胃 你不要给我添麻烦 他代表说他让外界知道说 尾翰讲的那个我会改 我改了 我现在不骂人了 你们就不要逼我下来 我还马上先道歉 第二个 我这样做是干嘛 就是要放软之后降低仇恨值 这个时候苏生昌跟郑文燦的 这个所谓的苏政配 是目前看起来最主流的配 为什么 因为郑文燦是蔡总统最相信的人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选得这么差 我跟大家讲 真的原本的剧本 我可以保证负责一个道士 就是郑文燦街行的院长 因为第一个 郑文燦跟蔡总统的关系最好 第二个 郑文燦是新潮流 第三个 郑文燦可以分化新潮流 让赖金德不能选总统 所以原本基本是这样的 可是因为再大败了 然后大败以后 那没问题 你还是可以去当党主席 没想到出现了台大论文案 把郑文燦的主席 跟那个行政院长的路给断了 可是他还是可以当副院长的 所以你看 这个苏政配就是这个概念 因为他放软了 对不对 所以他不再是强势的院长 来了一个强势的副院长 他可以直接听总统的命令 那就让你继续留下来 所以这个苏政配 是我现在看起来最可能的配搭 可是为什么苏政昌最近放那么软 对 他的危机感来自于哪里 因为他也听到了 有台都直接点名了 还有顾力雄 你以为身边没有人吗 讲到这里 我们图里面一个苏政昌 一个顾力雄 我告诉你还有图里面没有的 还有一个图没坐上来的谁 还有图里面没有 我一讲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那个人 陈建仁 陈建仁 我们跟俊强哥现在录影的同时 离我们这边没有多元的立法院 传出来说这两天 陈建仁副总统 前副总统 到处在走动专门拜会民进党立委 这个办公室过去拜托一下 拜托一下到处拜托 这个在行政立法 这一下联系了吗 记者冲到那个中心大楼看到 在拍对 陈建仁 你还干嘛 还一看到记者马上就跑了 就赶快就跑掉了 不回答 所以如果陈建仁他真的 有计划性的去全部拜会一圈 你不要忘记 会是他吗 我刚刚讲顾立雄跟蔡总的关系 好对不对 那陈建仁也一样 对 郑文灿也一样 可是郑文灿这边打个餐 还没办法了 所以当苏贞昌留任是一种佩搭之外 顾立雄跟陈建仁都有可能成为蔡总统 他的备用的人选 苏贞昌要继续的浮浮前进 浮浮到明年的1月13号为止 民进党2024的一个罩门是什么 两个字 光电 台南再传枪响 又是牵扯光电利益 我们今天为您揭秘 在这个背后 2700亿庞大光电利益之后面 居然有一个所谓的一掌卦 他有多大的通天本领 对 我们来讲说之前 台南在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开了几枪 开了88枪 那时候真是轰动武林 你竟然会在选举前开枪 不过那个时候是九合一的 县市长的一个选举 现在总统大选 台南的本门又被开枪了 然后开的是10枪 但是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 它是九点多 靠近十点的时候开枪 那个时候其实大概睡不过 可能也没睡哦 还没有很晚 还没很晚 应该还在看电视的时候 外面就 而且这开枪你知道吗 它有多么的冲笼自在 在台北我们开枪 一定是拿连发的 扫完一个战甲 就打完了 它不是 它是点放的 开完之后 俊江哥你知道它在干嘛吗 它在拉枪机 因为它是单发的 你都不怕人家报警 紧往赶到 如果怕都不怕 你都不怕说 人家如果赶快打电话 打个110 然后快打部队过去把你 不是 开枪 拉个枪机 再开枪 这样子弄多久 这么从容 弄到邻居都受不了 把影片给拍下来 好 开完之后呢 棒棒棒棒棒 警察拘了现场 结果也很离奇哦 没有人报案之外 警察到现场看一看 走了 为什么 没有弹壳啊 等等等等 没有弹壳啊 不然差不多 叮叮叮 大家听到的是什么 你如果有急发 就一定有弹壳 对 有弹壳 我就可以根据弹壳去倒追 凶手是谁啊 对 没错 但是搞了半天 竟然说查不到 但是忙了一阵子之后呢 后来发现说 有啦 在另外一台白色的 冰事车上面的叶子板 有看到一个小小的弹孔 所以呢 后来呢 有来办这个案子 但是呢 枪手到目前为止 就还没有掌握 还没有抓到 好 犯罪都是这样 看现场 看动机 对 今天你看那个现场 现在在搜证了 在廟墊呢 对 我看是在一个拜拜的地方 叮叮叮叮叮叮 有够嚣张 什么动机呢 对 我们在讲的 你看那个影片 其实它有一个美港 不是单纯在开 开枪里面哦 有人 有另外一派 是 另外一派知道 外面有人拿手机的盒 所以呢 没有拿出来轰 如果 早上天晚上 前天晚上 如果真的里面的人 演出来开的话 那就是 一定会死人的 大家轰来轰去 那现在讲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江湖恩怨 又是光电 光电啊 台南88枪 就是为了光电 现在昨天 前天开了10枪 又是光电 为了什么呢 台南议会的那个 书记长就讲了 光电工程很大 利益很大 原本地方大佬在掌握 但去世之后呢 小弟争抢 产生利益纠葛 我们来教大家 光电利益是怎么样 你要先看 李陶 光电做了下去之后呢 台电是保证收购 20年 所以呢 你这一组 有10年 你20年 之后你就是吃香喝辣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可能要苦20年 而且呢 这个光电 你先拿到地 然后呢 台电的溃限 机庄的工程 一个一个都要抢 那这个议会的秘书 书记长讲的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台南 在地 北门跟学甲 以前的一个老大 老大都会处理事情 大家有饭吃 但是老大往生之后呢 大家就各自出头来蹭啊 我跟你讲 你这个动机一讲出来 现场台南一Q出来 别的地方我不敢讲 这个地方你真的是把赖清德又害死了 这是赖清德的本命区 本命区又给你拼拼拼拼 那你2024 你是事事件拿出来讲啊 对 你再就说 难道你台南的一个pattern 台南的一个模式 就是选前就被开请 九合一开88枪 总统大选竟然又开了10枪 结果呢 去跟学生座谈的时候 赖清德的时候 就有学生就讲了 你一直讲要清廉 然后你一直要说打击黑金 你们台南 你的本命区 你在那边当过市长 怎么一直在开枪 不过赖清德这一次呢 是硬起来了 你不要说这个 他直接讲了 我当市长的时候 通通没有发声 88枪是去年的事 这10枪也是 我都没有发声 88枪的策划开枪的 都是顾名动的 这个也能签 对 这个也可以签 然后呢 这个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他还讲了 你去看看 黄伟哲 在民进党里面 跟他是不同的派系 他没有直接讲民 是哪几个派系 他只是跟学生提点一下 是 你去稍微了解 你就知道 什么意思 我就问了 今天你推给国民党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对 你推给黄伟哲 不同派系 那黄伟哲的好跟不好 你要选总统的人 你不用概括承受吗 对 那我们回头来看一下 如果绿色在光电这边 真的在手没沉进去吗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一个重点 光电是一个二十年 其实你只要拿到标案 你拿到标案 你就代表什么意思 你要爽二十年 然后呢 你绿色的 今天弄了一个国发基金 他在国发基金里面 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团队 他有持股一层 一层算是大股东 你有十趴 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去拿标案 拿光电的标案 然后呢 他拿到了这个联合战胜 这个公司 拿到了这个标案 张斌跟沦韦的东 沦韦这边的一个 绿电的一个标案 拿到之后 做什么事情 他不是开发 你是国家队嘛 国发基金 来持有一层的大股东 你拿到了标案 你不是来开发 不是来努力 不是来为我们的绿电 尽一份心力 他转手把公司卖掉 代表什么意思 我拿到标案 就代表是 我要爽二十年了 但是我不想要去 做基础的设施 我不想跟台电谈亏欠 我把它卖掉 我是不是就赚钱了 投资的事业 变成投机的事业 没错 你要辛辛苦苦赚的钱 我就是直接拿手 拿制造来转卖 那你为什么 可以做这事情 表示说你一定有人卖 表示说你一定有路 表示说你一定有跟谁讲好 不然哪有这么清楚 这么简单的事情 拿到标案 转手卖 马上套利来换钱 这个是联合战胜 再看一下联合战胜 他就国家队 他还做了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我们在做这个太阳能里面 你的光电板 你一定不可以有 大陆的制造的东西 但是他们用一个方法 你用去新加坡进口 他就说没有啊 我们看的是 PayPal上面是新加坡 新加坡后面是谁 中国大陆的公司 他只是用子公司来洗产地 所以你说绿色的 在光电这边 有没有琢磨 我觉得恐怕 也是琢磨颇生 杨明 上一次台南的 88声枪响 轰掉了民进党 九合影选情 那这个时机响呢 怎么影响2024的选情 军想 所以你要知道 台南的警察 第一件事情出来说 跟政治没有关系 跟选举没有关系 很怕 很怕 为什么 去年88枪 11月10号凌晨开枪 这一次 11月14号开枪 怎么都在11月中 每到11月 台南就要变枪击城市吗 都是光电利益 怎么那么巧 怎么这么巧 老实说 刚刚玉峰也有讲 这些枪手 他那个开枪模式 是故意要给别人看的 他是要告诉你 这就是警告 所以他们开这个枪 被抓也没关系 但重点是 你台南警方 怎么可以 还有人在逃逸 你就直接说 跟选举没有关 跟政治没有关 这样都太软了 你居然让开枪的人 会有一种感觉 被抓也没关系 那你王法何在 我告诉你 这种枪手 如果因为没有 他不是去打人 这种被枪手被抓到 以后更大尾 他以后被抓 他说哇 我以前在哪里 开过枪 这种江湖的 这种地位 他反而提高 可是这个案子 我觉得最关键 根本还是光电利益 连黄伟哲市长都说 这是利益分配不平的问题 那为什么光电 会利益分配不均 你赖心得 要不要出来说清楚 光电是哪一个 执政党在推的嘛 就这么简单的问题 还切割 还说黄伟哲是哪个团体 郭再卿是哪个团体 来我告诉大家 是音系 那问题是2018选上 黄伟哲也是你支持 郭再卿当时是民进党台南市 党部的财务长 也是你赖心得体系的人 你现在切割得很快 然后说是哪个团体 音系又在打蔡英文了 赖心得你有没有搞错 现在人家蓝白要和你 还在跟蔡英文作对 我真的觉得 赖心得切割得太用力了 而且不要忘记 郭再卿的炉渣 是发生在赖 赖心得市长任内 陈宗燕 教晓云 发生在赖心得市长任内 你市长任内真的都没事吗 我奉劝赖心得副总统 赖心得总统参选人 赖心得主席 回去好好做功课 建平你怎么看 这个光电更夸张 我们看到了那个 在北门的这个公庙前面 金银宫前面的这个枪战 还以为真的是看到电影 结果赖心得更好笑 他的反应自然说 我在当台南市长的时候 都没发生 是啊 你当台南市长的时候 政府还没有像 你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大力推动绿能 而且掌握了一堆资源跟金钱 然后开始去补助 这些地方的业者 尤其是台南市 现在叫改名成光电之都 因为动不动 就有这些光电的这个工程 姑且不论很多的盐田 很多的重要的这个农田 都改成光电版 那甚至光电的公司 一家一家成立 现在更为了这样一个 争取光电公司 和光电工厂的工程 开始展开了火拼 所以我说台南市 变成光电之都之外 还甚至变成 你要取代台中 变成沁济之都吗 因为开始火拼 之前的88枪 我们去年选举的时候 也讲过了 昂姑 那现在新的昂姑出来了 它直接更进化 怎么说 之前开完枪之后 就跑掉了 很粗糙 地上留下一堆弹壳 让警方马上去 开始踩刃机阵 现在进化成 开了9枪10枪之后呢 子弹竟然都不见了 会派小弟回去 捡那些子弹 开完枪 可是你不要忘记 有人在旁边搜证 有人在旁边 直接整个过程 都录下来了 那你现在民进党 要甩了一干二净 面对这一连串的光电工程 利益纠葛 瞧不拢 连台南市的这个名义代表 都在讲说光电工程 因为地方大脑掌握 然后等地方大脑走了之后 或者是跑路之后 换成小弟再抢 抢了这个利益修葛 那你岂是一句 迎淡风轻的说 我在当市长 我任内都没发生 因为我不是讲 当时没有钱啊 现在有了钱 有这个饼 那长期下去 就会变成 二十几年前 二三十年前 我们都还小时候的时候 不是那时候 拍了一个台湾之情意之西西里岛 就是那种变成好像一个 鬼岛黑色笼罩一样 台南是不是走到这样的一个境界 你赖青才报复杰 你敢说你以前没有 现在难道不就一连串发生的 不就是以前从你这样 一连串下来 难道你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吗 今天我们大家来追踪的就是 台南地检署侦办光电弊案 以证人的身份 约谭市长黄伟哲 随即我们就看到了 国民党立委谢龙介就说 台南在2022年的光电发展 提前达标 行政院要求2035的标准 你2022就抢先达标 哇 这么用力 背后水有多深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以为的司法侦办案件 实则已经牵动了 2026的敏感神经 我现在带我们来看到 怎么来看这一局 台南市长黄伟哲 昨天229 干嘛呢 立阳光电案 他去当证人 而且接受约谈 不只当证人 六个人还当面对职 跟陈凯林 还有场上 很简单 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陈凯林 之前台南市的激发局长 还被受压 对不对 然后一直压到现在 对不对 他曾经讲过 我只是一个 就画面上这位 我只是一个局长 这整件案子 这么大的一个商机 怎么可能为个人做决定呢 上级交办 上级是谁 但是上级是谁 那是黄伟哲啊 或者是有其他的人 那当然到目前为止 观众朋友 我们要跟大家讲清楚 今天是两个基础事实 就是黄伟哲是台南市长 然后呢 他是陈凯林的上级 但是昨天他去对职 他是当证人 而且他离开了以后 也没有任何的交保 所以目前他没有策案 大家观众朋友 中华民国事务队推定 但我要告诉你 为什么他要去当证人 因为陈凯林有一句 上级交办 那要确定是不是你嘛 所以当面对职 四个小时的时间 有两个小时 当场在那边 跟另外的厂商 加起来六个人 全面对职 然后一个一个问 问完之后呢 看笔录做签名 四个小时就离开 但是呢 黄伟哲市长对这个行程 非常保密 因为昨天原本他要参加 台南市文化局的活动 市长行程是公开的啊 议员也来了 记者也来了 但是位置上空掉了 位置上空掉了 写一个局长 不是市长 不是 观众朋友 你注意看一下 这里写个立委 对不对 这里个局长 颜色不一样 昨天早上还临时抽调 所以就是因为该来没来 记者才开始问 怎么这么奇怪 才问出有一个没公开的行程 所以观众朋友 要这样子讲 因为基本上 市长去做证人 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市长做证人 他却不对外公开 我觉得小小怪 第二个 为什么会连 有这个行程要去做证 你却排了文化局 所以他到底有多紧急 他到底是当天 昨天早上来讲 还是前天晚上来讲 怎么会这样 临时讲 打电话就叫你来 所以这个事情 就透着奇怪的地方 第二个 因为有上级交办 所以荒委者要到 第二个 这第一个是上级交办 第二个是什么 有三个科长 这三个科长 现在事后来看 俊强哥因祸得福 三个科长呢 先前分别是农业局 地震局跟金发局 为什么是这三个 因为跟我们现在要讲的 这个丽阳 他所谓的300公顷 而且好多的这个 小二甲的地要变更 什么叫小二甲 观众朋友 小二甲就是两公顷以下 农业用地要变更 所以我跟你讲 所以有农业局 所以有地震局变更地木 有金发局 金发局要通过那个发展核准 那两公顷以上呢 要经过中央的农委会 两公顷以下呢 就不用经过农委会 这不准了就可以了 那两公顷以下通过谁呢 就通过金发局 陈甲林就是金发局长 但是观众朋友 先前丽阳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一直没有被核准 那就卡在这三个局 就这三个科长 通通换掉以后 居然就过关了 好不好 所以恭喜这三个科长 那当然有没有这个关系呢 也要叫市长来问啊 因为这是科长嘛 为什么三个科长被移开以后 第二个 为什么用小二甲 小二甲都是两公顷以下 那他整个案子在西谷圈地 三百公顷 是两百八几公顷 这这么大的一块地耶 你这样小二甲一块一块 如果大股皮要高以后 这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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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开中央的审查 由立方的金发局 那又绕回去陈凯林 因为他就是金发局长 所以整件事情 你要知道哦 这个台南发展观点 你没有问题 你发展光电 你就按照程序来 你没有故意 把它弄成是小二甲 那当然台湾政府有回答 他说小二甲是全国都适用啊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 就要一个一个来 然后第二个 农地跟余温换城市 变更用地 去做光电这件事情 基本上你应该要 本身它没有农业价值 而且农地的主人也同意 可是立昂在收购过程当中 出现很多状况 原本他想要租来做光电的地 很多都是不同意的 结果呢 我这个月不同意 下个月有人监局 我这边违规使用 我就收到罚单了 这都要后来 整机走走就算了 所以这些过程都要查 为什么要查这几个局处 为什么要查陈凯林 为什么连市长都要来作证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台南的光电案 去年的五月 然后呢 我要跟你讲 这个立昂的这个 就是总裁 古胜辉呢 他是四百万元交保 所以表示他的设案 是非常的严重 另外他总经理 在去年12月也被收押了 但问题是黄伟哲到了昨天229才被约谈 那也有人讲 为什么都避开这些时间 为什么 因为1月13要选总统 所以在选举之前千万不要动 可是现在选后了 也希望台南地检署误网误众 把台南的光电案 这个立昂这个案子呢 给他查个清楚 到底谁有违法都应该给社会交代 这个是司法层面的 再来政治层面 维翰带我们解读 整个事情 不只有司法案件 光电闭案在查 2026的这一仗 已经提前开打了吗 讲到政治 用数字说服你 观众朋友知道 为什么赖清德 曾经有个错号叫赖神吗 因为他曾经在台南市 开出72.9的市长选举的得票比 对 72.9将近73 天花板了 当时他的对手 国民党的市长候选 黄秀双是27% 对 所以赢了几% 赢了46% 不是拿46% 是赢了46% 赢了有存 好 那我就问 黄伟哲现在是不是联任市长了 是 他赢谁 他赢谢龙界 他赢谢龙界几% 5% 所以人赢46% 你赢5% 你赢得赢了 所以就证明黄伟哲在地方 没有赖清德这么强 所以黄伟哲这些案子也影响了他 大家的问题讲说 观众朋友 下一次选举 2026 就是选市长了 而且黄伟哲不会连任了 所以大家现在就看黄伟哲 你不要留个烂摊子给民进党 下一个市长不好选 因为谢龙界下一次不分区立委 他要选2026 两年后会下来 你已经被追到选春5%而已 那接班的人会是谁呢 来观众朋友 目前最有可能就两个人 一个是林俊宪 一个是陈廷飞 来我先讲 林俊宪 不用多说 新潮流 而且是赖清德的代言人 常常他出来讲话代表赖清德 所以毋庸置疑 他是党主席 而且总统当选人 未来2026 他是总统赖清德的爱将 如果征召应该是他 但问题是陈廷飞有 说卖什么征召 征召是啥 你不是民主程序吗 我是地方实力强的 我跟观众朋友报告 我有跟陈廷飞访谈过 他跟我讲件事 我也惊讶 因为黄伟哲2018 第一次选台人市长的时候 他的党内初选 最强的对手就是陈廷飞 所以八年前 陈廷飞就已经有出来选了 那这种状态之下 他说当时台南有六个区 他们都是各一区的立委 可是另外五区呢 我有会员会啊 我都没解散 所以陈廷飞信心满满 只要办初选 比民调 他认为我的地方的实力 是比林俊宪更强的 所以国民党应该是谢龙健 而民进党呢 就在林俊宪跟陈廷飞当中 二选一 看谁能够胜出 伟汉 我们看到了 从这一起官司 黄伟泽市长接受约谈以证人的身份 很多人一看完这则新闻到今天 有一个反省就出来了 你的光电政策 怎么变成了弊端连连 而你的能源政策如果不改 你怎么好意思跟人民说 对不起我今年四月又要涨电价呢 光电是为了还净 光电它的成本高 光电让我们电价可能要涨 但光电还搞到这个对不对 可以说是这样子 可以乌烟瘴气 那谁能忍 谁愿意接受呢 所以光电税好好查 可是观众朋友 因为光电绿能 还有我们的核能配比 越来越低就要全部取消关系呢 我们的电以及电价 可能要出现问题了 先跟大家讲 主计总处呢 昨天跟大家公布 GDP跟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GDP是我们的经济发展 那经济发展呢 现在GDP3.43的预测值 看起来不错啊 但我要跟俊阳哥讲 他的不错 因为经济发展值 是跟前一年有关嘛 是因为前一年下修 我们的基企比较低 好不好 因为前一年原本是1.4 好不好 一月的时候嘛 那前一年本来1.4 下修为1.31 所以基础变低了 你这边的 今年的GDP 就会再高一点 是 这样了解吗 所以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但是三看起来数字不错 第二个 就是我常在 我们报信文跟大家讲的 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那消费者物价指数 2以上要紧张 3以上要通膨 对不对 那主计总处 昨天公布的是多少 1.85 那就漂亮啊 我看你说这样 那我闹什么环路 对啊 那数字是不错啊 但问题是 现在是几月 今天3月1号 3月 那下个月涨电价以后呢 4月就要涨电价 如果下个月涨电价呢 这个又要更高了 那下个月会不涨电价吗 我不知道啊 我们经济部长 我没话 并涨啊 连续都在那里打运行针 所以刚讲光电 现在讲到这里 那为什么要涨 就是因为我们的能源配比 我们的天然气跟燃煤 占的太多 尤其是天然气 所以成本高 所以亏了好几千亿 所以就要涨电价 那涨电价一涨 电价油价 以前蛮久常被嘲讽的 两只手伸出来 油电双涨 带钢亏它也倒下去 民调只剩9.2% 当然不是严肃做的民调 可是确实民众都不满 那如果4月 真的涨了电价 看来也会涨 不知道涨多少 有人说它涨到25% 那就严重了 对不对 它就会影响我们的物价 它就会影响我们 每天所面对到的 蛋饼牛肉面乳肉饭 可能都会波动 观众朋友 可以你看一个图 这是真的图 我也吓一跳 早餐店 你总有去吃过吧 你要吃蛋饼 你要吃汉堡蛋 你要吃荷包蛋 荷包蛋 现在有早餐店 一粒35块 这个是汉堡的价格吧 现在汉堡都不值了 所以都是贵的 都是贵三三 烤烤烤烤烤烤烤 还是两三万的薪水 就会很痛苦 再看一次 35元 对不对 35块的荷包蛋 然后呢 另外有一份文 这边没有评论 是po文 有人讲说 我今天去吃饭 滷肉饭的老板 给我用的乳蛋是多少钱 它25块 你自己去吃你 我跑去便宜超商里面的 那个茶叶蛋才10块啊 那大家就炒起来 那问题是观众朋友 现在跑去吃饭 咬一道滷肉 那其实是吃饭 20块 其实正常在台北 我不知道台中 或者是核酱是怎样 所以呢 25块的乳蛋 35块的荷包蛋 这是现在的状况 如果4月涨电价 好 那我讲清楚 我现在包新闻不是跟大家讲 不准涨电价 或是不可以涨电价 或涨电价 会很危险 而是说 他既然都已经亏那么多了 涨是必然的嘛 那现在物价已经是这样的 你CPI消费者 物价只说给1.85 看得很安心 但是这个价格一看 又并不安心 那4月可能涨电价 那立法院就讲说 你有资格涨吗 齐凯科他去算出来 他以前也是我们 资深的记者跑立法院 他去算了一下 整个台电他的亏损 跟他内部 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你为什么亏损 你有很多吗 其中有一个 台电本身 有没有太能发电 有没有燃煤发电 都有 可是你除了自己发电之外 我们知道都会跟民间的 这个发电的买电 可是你的发电成本 跟你买电的成本 买电的永远比较贵 像台电燃煤 一度是3.43块 但你跟民间买电 4.15 是不是多了一块 那你太能能 台电自己有办法发电 3.36块 可是你跟民间买电 又是4.86 你都多一两块再买 那成本当然高 所以立法人把大家抓紧 盒包说 你为什么要涨那么多呢 那什么都涨 那因为COVID-19这两年 很多人喜欢叫外送 对不对 对 那外送东西 你有真真真真看过 你的那个名细跟清单吗 你不看不知道 看得吓一跳 有一个人 他叫了一个125块的东西 不斗腰 又漏后 没什么出门啊 食材125块 对 就是说我 其实基本上 如果我去店里面消费的话 这个东西 我买125 对 结果他的账单是241 为什么要这么贵 算错了 那你自己要叫外送哦 对不对 多出来的是运费哦 125是他的实际的价格 但是呢 他叫了这个外送之后呢 整个要到241块 在这边 所以他讲说 原来这个东西这么贵哦 所以很多人他现在看着说 我不敢要去买这个外送 那台湾有两家 一个就是粉红色的 一个就是绿色的 FOOPENDA跟UBER EAT 好 那UBER EAT跟FOOPENDA 现在其实是在那里谈 是不是呢 FOOPENDA的亚洲区 一直没有赚钱 他想要卖掉了 可是呢 他开出的价格是 310亿台币 这个价格 UBER EAT他不想把它撕下来 但是你要知道哦 他是亏损的 所以他也不想做了 可是 你不是讲说 他收那么多吗 是 他已经从这边 收那么多了 你100多块的东西 要收100多块的 这些成本 可是呢 他还是没有办法 完全赚到钱 因为他层层 每一层都要去 有付出这些扣钱的关系 所以呢 现在FOOPENDA 是想要卖的 可是他卖给UBER EAT 那你可能会问啊 那为什么FOOPENDA 亏钱 UBER EAT没有 因为FOOPENDA 就是做这个食物的外送 对 可是UBER EAT还有做 他还有叫车的 就是叫车啊 所以他整个企业目前 看起来还能运 那你就知道了 包含了外送 现在大家常叫 看医生 还有可能要涨电价 以及荷包蛋 已经一颗35了 生活的这一些压力 是越来越大 观众朋友 现在在我视讯现场 是董文勋律师 律师呢 把户籍迁回台南之后 才有非常多的 惊险的 或者说惊悚的直级 你来告诉我 你在白河看到了 一座超大型的养鸡场 超大型的养猪场 积电共生 租电共生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现场 而你说 在九合一 决战关键的 光电背后的黑金 2024 要再来一次 为什么 要做一个非常大的养猪 养猪场 这个养猪场 大概会有上万头猪 竟然几乎就是在住宅区里面 那当地又成立这个自救会要自救 因为你这样的话是整个不管是臭味还是噪音还是河流的污染 河川的破坏完全没有办法生存了 然后就在同一个里 还有一个是养鸡场 这个养鸡场呢 非常的庞大 巨性好像是绿营非常大的一个金主所做的这个养鸡场 这个养鸡场恐怕会养几十万头鸡 尤其如果他是养这种蛋鸡 就是孵化的小鸡的话 那个数量真的无法估计 那却没有依照法规 要离开住宅区至少要500公尺以上 有记者问我说 为什么这些养猪场养鸡场 放在旁边有住宅的地方规模是这么大 就是要这么大的经济规模 他才有办法在机场跟租场上面 租设上面去建那个光电板 那建了光电板之后 要有足够的经济规模 比如说你要能够承诺要发多少这个瓦数的这个电力 那你就可以去跟银行贷款 因为去跟市政府反应都没有用 然后他们好不容易找来一位议员 成坤和议员 他不在这一区 他是在他的选区是在七股那一边 那找来之后呢 竟然就有黑道出现了 当时官员也都在 然后黑道是站在官员旁边的 然后辱骂这个议员说 你住海边啊你管这么宽 白河没有议员吗 那个黑道呛吓陈议员说 白河没有议员吗 有啊 但是他们都不敢出来讲话 我们大家说一句话 说欢迎查一条有没有 所以律师 你可不可以进一步告诉我们 就说现在你怎么样的压迫善良的百姓 只要意见跟你不一样 我管你你压迫他2024他手上的一票 就会把你报复回来 听说在当地比黑道更可怕的是白道啊 抗争的自救会啊 他们最怕的还不是黑道 最讽刺的 他们更怕的是调查局 这个是让我最骂闷的 就是说你们怎么会怕调查局 我觉得大家还有一点勇气 敢站出来签名的人 其实他们都说没跟你败啦 不怕黑道 可是讲到白道的时候 大家是束手就擒的感觉 因为被查水表的被查税的 甚至还有有人做农役 竟然还被查说什么 有事业被弃物 这个你所有你匪夷所思的 我从来在职业的过程中 没有看过的现象 都在现在民进党执政的现实发生 我们现在看郭代青他被起诉了 他是在雪甲搞废炉渣 这个也在第一选区 然后雪甲现在也有自救会 那他的利益是几十亿的利益 他才有办法去买议员嘛 所以这些议员 有地方的民众来投诉的时候 他敢不敢站出来 不敢站出来 光电也一样啊 所以光电的利益 拿来之后绑住了议员 那议员投票给议长 这不是刚刚好吗 谢谢议员来自于台南的独家视角 很简单的道理嘛 环环相扣 难怪黑道白道有事无恐啊 是啊 是刚刚谈到这个雪甲炉渣 其实大家都非常愤怒这件事情 那其实当地人也非常愤怒 那问题是这到底是谁的责任 大家要理清清楚嘛 虽然说赖青德之前当过市长 他的确在地经营非常久 但问题是黄伟哲说 这个雪甲炉渣案 不是他认内的事情啊 那是谁的事情 就是你赖青德的事情啊 不是黄伟哲就是你赖青德 就这么简单的逻辑 赖青德你还有讲 还没讲清楚吗 他当然没有讲清楚 他就打模糊站过去了 而现在也不止这个雪甲炉渣 没讲清楚 包括了政府议长的这个慧雄案 你也没说明清楚 甚至巴巴光电那些枪击案 你通通 好像不关自己的事情 好像不在你家乡 自己发生事情 通通通不用讲 问题就回来 那你现在民进党 你还有什么脸去批 侯友宜说 你跟黑道挂钩 你自己民进党在这个大本营 自己的本命区 跟黑道临结这么深 你都不出来讲清楚了 那你民进党 你要怎么选下去 小平哥你怎么看 前议长叫欧宾 为什么一定要把他拉下来 为什么要给丘利利 丘利利一 他是赖青德的心头肉 第二 你们知道议员 在议会议长主导修什么 修自治条例 一切取缔的法令等等 让他为所欲为 修自治条例 所有违法都视而不见 压垮赖青德落选 压垮赖青德最后跟稻草 就是他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这些全部在他任内发生 现在只是消极不作为 你就已经伤成这样了 都被我们台南咬住了 信用电子输五万票 有任何蛛事马鸡 连在一起 一道毙命 我说赖青德落选 这个选举看起来赖青德 选不上了 因为只包不住火 这个已经在烧了 你种种的倒行逆施 今天只差你没有跟人家挂钩 没有人证据说你直接收钱 至少整个在你任内 纵容造成这样子 光纵容我们就只输五万票 接下来国民党一定有菜 有料 以及所有的检调 有正义感的检调 连结上 然后就bingo 你就落选了 今天我们持续要来追踪 就是赖青霖 她请辞了原报能源的董事长职务 发出四点声明 战清白 她的立委女儿赖品渝 今天也召开记者会 强调她的父亲请辞 哪里是为了选战在止血 她说父亲要做更大的事 但我们就问 那是什么事 赖青霖她请辞之后 大家更想追的是 还有多少权贵 寄生绿能 闷生发大财呢 今天王洪威同一个时间 召开了记者会 直接就告诉大家 只要有关系 绿能发大财 大家一起来 洪威她提供了什么样 不为人知的内幕 没错 事实上昨天赖青霖 听此云报的董事长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说 这个绿营在进行一个 止血的状况 但是呢 事实上到底能不能止血来说的话 我们看 今天这个立委王洪威 又举出了新的证据 证据她说什么 她说她这个叫 绿油有发绿 这个绿电发大财的主题 那这里面来说 她说到底 除了这个赖青霖之外 还有很多赖 这个所谓绿油有 在这个绿能产业里面来说 她就说了 她举个例子 她说这个能源局 在去年的时候 不能进标了 有七家公司得标 然后每一度电的 这个发电的这个成本 价格是9.59元 那事实上 这个价格是非常高的 那也因为价格 非常高的这个状况来说话 所以台电 他们才会质疑说 为什么台电会亏损 就是用 他用高价去买电 好 那事实上 他说得标的七家公司里面来说 第一家叫做 恩赴资本太阳能公司 这什么公司 那这个呢 其实代表人来说是赖靖林 所以跟赖靖林也有相关 说实在 他跟云豹也有相关 另外一个 他说得标最多的是什么 是这个智光 这个能源公司 那智光能源公司来说的话 他去抽丝剥茧 那抽丝剥茧来说的话 他说代表人呢 叫沈上宏 还有沈上宏 那沈上宏是什么呢 沈上宏兄弟 他们的背后的这个大股东 他们是南部的这个老 老牌的这个电缆厂 叫大雅电缆 那大雅电缆来说的话 根据这个王洪威的说法是说了 他们兄弟啊 常常因为他们是台南在地 那台南在地来说的话 过去这个在台南政界上面 就有穿越说 他们兄弟跟赖靖德的关系非常好 那尤其是 他们好像在很多这个 他们的场合里面 都会跟赖靖德走在一起 所以王洪威就质疑说 这个好像也是绿油油的 这样一个状况 那当然这是洪威的这个说法 但是我们就讲 这让这种所谓的 目前的寄生绿营这件事情 也变成是 蓝营在猛攻绿营的一个主题了 那这时候来说的话 当然赖品瑜 因为他也算是这一波 整个风暴的中心之一 他就说了 有些人不断的去泼脏水 那真的有这个证据的话 有什么不法的话 你就直接去告啊 他等于是说 直接跟你呛家 这样一个状况 直接跟你叫牌的一个状况 那甚至连这个昨天 昨天的时候 赖敬林他请辞的时候 他就写了 他说为了避免成为 特定政党 还有政治人物的这个政治斗争 他已经请辞了相关的职位 他说这场认知作战 把台电魁损扯的发展绿能 而造成的 这只是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 令人遗憾 所以他就说 这是一场认知作战 但大家就在问了 今天所以 因为他是上贵公司 所有的资讯 都是公开透明的 今天大家就是拿着这个19家公司 公开透明的提出一个问题 你怎么有办法去 标下这么多政府的公标的案子 同时 共同的董事长都是你 我们做出了这么多 一层一层的质疑 这个算是什么认知作战呢 对 当然了 他说认知作战 马上就有网友说 原来是这样 所以蔡政府能够绿能发展缓慢 问题就是出现在 认知作战的问题 然后还说 此地乌银三百两 不然少了你的话 绿能就会失败 所以显然 他这个说法来说 并不为大家所买单 所以难怪有一句话 人家讲说 台电跌倒 绿能吃饱 瘦了台电 肥了绿能 有多少的绿营权贵 还是寄生在绿能里面 闷生在发大财呢 我们缺电缺宝宝 结果你赚钱赚宝宝 你不信来看看这段 导播给我们看看 就在昨天 也热了个要命 太阳下山 温度还是很高 这是哪里啊 黑一片 对 没错 现在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画面是在高雄 高雄的这个小港 小港也算是这个 绿营的这个大本营之一 就没想到呢 他昨天下午 因为大停电 就没想到晚上呢 又停电 那当地的这个民众就说 哦 这个这么热的天气 这个热到睡不着觉 没有这个冷气可以吹 他说台电 是在太过 落差的一个状况啊 现在看到的 这个黑橙一片呢 就是昨天晚上停电 好热 好不舒服啊 回头你再来看看 寄生绿能这件事情 怎么会让人 不想要去探究个清楚呢 这个人比我们更想知道 黄国昌 他就说 余电共生 那个发包 整个过程 简直像是一个 匪夷所思的天方夜谭 居然这么大的一笔发包 可以发包给 还没成立的公司 那是幽灵公司 那不然是什么呢 听听看 黄国昌怎么说 任务复资本是在2018年11月的时候成立的 可以吗 这个时间很重要 为什么这个时间很重要 因为我后来去查台研的 台研的那个年报 台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17次董事会议事录 这个是在2018年的7月27号所开的会 上面有重要决议事项 重要决议事项是什么 通过台研绿能股份有限公司 恩赴资本北门区 105公顷专案的劳务 代收代付土地租金及渔场 管理费合约案 这个我看不懂 为什么我看不懂 我刚跟大家讲恩赴资本 是在2018年的11月的时候才成立的 如果是在2018年11月的时候才成立的 为什么会在2018年的7月的时候 台研公司就已经去追认了 台研绿能 跟恩赴资本在本门区的合作案 这个时候恩赴资本还没有成立啊 这个 可能要请立法委员去盯经济部 请经济部站出来 把这件事情给说清楚 因为里面所派的董事长 董事 全部都是经济布派的 好 我们看到了 绿能要发包 怎么会发包给当时还没成立的一家 我形容是幽灵公司 这不奇怪吗 黄国昌的指控是这个样子 他在这个直播里面 他把这个故事来容去 说得非常清楚 他说主要是这样 因为我们台湾要发展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重电 也就是说余电共生 那余电共生来说的话 在台南这个地方有余电共生 那目前当时的这个状况是 台南市政府跟当时的这个台研 他当时的这个董事长也是绿营的人士 他们透过他们一起合作 去跟这个我们农委会取得了 北门的余电共生案 依照当时你看 这是台演的这个董事会的这个意识录 你可以看时间点在这个地方 107年的7月27号 也就是说是在2018年的7月27号 有做成这样一个决议 就是决议里面来说的话 就是说确认把这个北门余电共生的案子 一边包给这个3D 另外一个就是给这个恩赋资本 就在这个文章里面就说了非常清楚 好那这个恩赋资本 我们就讲这个时间点是2018年的7月27号 但是我们再去查恩赋资本 他的这个所谓公司登记的这个时间 你看这是恩赋资本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那资本人是在这边 那负责的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赖靖林 然后他设立的时间点是2018年的11月12号 也就是说他是在2018年的11月12号才成立 但是他这个决议案里面是在2018年的7月27号 就说要给恩赋资本 他就说那这不是已经约定好的一个状况吗 这就是黄国昌所质疑的 他们的互相资金的连结 还有这个绿油有勾串的一个状况 好还有另外第二怪是什么 这个是我形容是还没成立的公司居然就能得标 第二个就是我都还没确定我能得标 居然相关的绿能权柜下的公司 就先去银行办好连带 已经把一笔钱带到那个地方了 你怎么知道你几个月后你会得标 对没错另外一个案子是什么 这侯汉庭他准备要参选立委的侯汉庭 他就说了他说了这个2017年的时候 这个赖靖林成为恩赋资本的董事长还有负责人 那同年10月来说的话 他居然办了一个所谓的62.22亿元左右的一个连带案 那这个连带案为什么要连带呢 连带来说的话就连带完成之后 就没想到在2011年的11月 他10月连带就在11月的时候恩赋资本 用联手拿下了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来说的话 就是在全台湾最大余电共生专区里面 号称能发1.8亿度的这个太阳能 所以也就是说因为我先标下 我先连带之后我知道我会标下来 所以我才连带这个费用 一般来说正常的程序是应该是 我先标下来之后我再去连带 所以他就说你看先代下62亿元 好像知道就这个经济部的标案会给你的嘛 那台电能不亏吗 那绿能业者能够不发财吗 所以也就是说因为先 因为这个案子就整合这个状况 2021年12月得标太阳能的这个 第一宗除能系统结合太阳能的设备案 就是这个案子 那他们先带了62亿才能够获得这个案子 而且你知道这个号称全台最大的单一除能厂 它有多肥有多赚吗 就像我们看到六月份的云报能源 一公布出来的财报 哇370%的这个 这个叫营收的年增率 背后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除能案场到手啊 对没错 事实上我们必须说这样说 就是说因为他在这个全台湾 有非常多的除能相关的设备 另一方面来说的话 他也有很多的太阳能的这个发电 包括说我们北门那个发电 他已经开始并联进去了 并联进去的话 当然任务它营收上半年就表现得非常不错 那因为它有全台湾最大的除能 还有最大的光电 余电共生这些 所以上半年它的营收是其实相当不错的 那今年全年的预估来说的话 因为这些所谓除能跟这个相关的太阳能 陆陆续发电开出来 今年它整的营收大概可以挑战100亿左右 那它的这个EPS就是美股的这个获利来说的话 可能上看到9块左右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字 就是它是一个变成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获利 上市的获利的这个公司 那为什么能够这样 主要原因当然就是说 它之前拿了非常多台电的标案 而且是高价的这个电力的这个价格 才能让它获利这么好 那尤其是这样 它还有一个 因为2021年呢 云豹能源还入主了一个叫做伟胜 那伟胜来说的话 它这也是非常有意思 大家就说 它好像现在也是 是不是因为它背后的这个政商关系 你看它拿下了台北市污水下水道的这个更新工程 可是你不是做发电的吗 对 还有桃园机场西侧的这个污水处理厂 然后还有桃园机场西侧的这个储水的这个加压站 还有低化处理厂的这个委托经营等等的相关的标案 一共有65亿之多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非常值得玩味呢 因为我们其实在以台湾来说 过去我们在跑产业都知道说 像你要处理所谓的污水处理厂 或说你要处理相关的这个垃圾回收 资源回收 或说你要做什么医药的这个所谓废弃物处理 这些东西 要有执照哦 对 而且你要有非常好的政商关系 因为如果你没有政商关系 这些都很难打通的 就是这些都是有相关的地方人士 地方资源 就绑得非常仔细 所以那你看你入股的这个委托 是不是因为你知道说 我以后可以拿到那么多的这个执照 那你看因为这个60多亿的这个所谓非单 所以导致说 我觉得不只是今年云豹能源获利会非常好 未来几年来说 我觉得云豹能源应该还是一个 获利非常好的这个公司 今天我们看了赖敬林请辞了云豹能源董事长 发出四大声明 占清白 她的立委女儿赖毕渝 今天也召开记者会 强调 她的父亲哪有什么请辞就选情 没有 她全力支持父亲请辞 要占清白 我们就问 赖敬林请辞到底澄清了什么 能止血吗 同一个时间 王宏威在隔壁的记者招待会当中 他直接点名了云豹能源 跟更多的绿油油们 如何标案闷声发大财 最后居然真的国库通私库啊 是 俊江哥 我们过去看过林志堅的失智列车 叫做什么 请辞赖清白 退选赖清白 结果现在赖精灵完全演出如出一车的戏码 对不对 既然是清白的 怎么说辞就辞 何必需要辞了 才占清白 但先不管 这个赖平讲说什么 奉陪到底 甚至赖清理请辞之后呢 还说 我就是坚决反核 但这出现出一件事情 今天一个创投版的公司 讲白的是新贵哦 难道是说董事长要辞就辞吗 还说是什么开家族会议吗 通通通不是嘛 背后绝对是有更大的压力 而这一股压力是来自哪里 当然是来自于选情 谁的选情 就是赖清德的选情 好 我们看到了 赖清德他这一四大的请辞声明当中 有一个他特别提到了 他绝对要用司法捍卫 占清白 所有对他的抹黑 他通通要讨回公道 我们就问了 抹黑了你什么 抹黑你 这个所谓的 这个叫做 绿能的钱 流进了绿营吗 或者抹黑你当门神吗 你说的不清不楚 今天 王鸿威就召开记者会 列出了三个时间 一听你就觉得猫腻在这里 对吧 这通通都是有评有据 王鸿威讲说什么 恩赋资本 有没有增加公司 有 智光能源大电来 有没有增加公司 有 有没有拿政府标案 储能标案 通通一清二楚 而且都在公开资讯上揭露 所以王鸿威就讲了 2021年 賴经理才当负责人 就7月当负责人 10月完成连带案 而且不多啦 62亿呢 结果下一个是什么 马上在11月2022年 隔一年 你看2021 2022 中间只差了一年四个月 得到什么 得标费率新台币 9.59元 这是什么 储能案 而且1.8亿度 这个也是随便 亦来亦去的标案 跟台浦威 之前我们介绍过这家公司了 也是后来被 所谓的云报能源并购 那你说这些东西 难道不清楚 不明白吗 就是拿政府的钱 两个重点 他入主之后 7月入主 11月就标到案 标到案之后 你看看台电用多少钱 跟他买他发出来的电 快要10块钱 这么甜 难怪瘦了台电 肥了绿能 俊翔哥 我们现在电价 平均一度电 大概2点多块 之前大概还有列出来说 世界排行 2点多其实算是贵了 对不对 结果呢 哇 你这个家储能 说增加附加价值 到9.59元 太多了吧 好不好 所以你看哦 他今年呢 也公布了 任列全台湾单一 最大出能工程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6月营收 15.48亿 年成长率又来了 370.47% EPS 上看9元 吓死人了 大家听这么时间一勾勒 然后又是赖敬林入主之后 多么肥的这个专案给你标下来 标下来之后 居然你看看 370%的年成长 大家就丢一个问题 难道这一切的一切 跟赖敬林当董事长 没关系吗 对你说没关系 那大家就找出你跟新潮流跟民进党 还有高雄六小福的关系 这是什么 被人家在踢爆所为 奇怪了 你都说没关系 那为什么偏偏政治现金 云豹能源相关的子公司企业 捐了一大堆 这什么高敏林啊 乙伯毅啊 就通通一堆 名单轻一色列出来 都是高雄六小福 而且不止这家公司 我们先前也讲过 还有另外一家 永兴公司 也是跟他们关系合作的 一样 都是捐给这些人 那我问你 有政治现金法 我的公司的钱 依据政治现金法 我要捐给谁 不行吗 当然不行啊 为什么 因为它相关也会规定 如果该公司 它是上市公司 或上规公司 当它在承接 政府重大标案的时候 不能把利益 甚至政治现金 输送给跟其有关的 包括民意代表 或等人士 所以人家若会质疑 你这个时间点 有没有交错 这个时间点 有没有问题吗 你说好 没关系 绿能花一大堆钱做 我跟你讲 你如果说真的运转 百分之二十 台湾人人员 大家佩服你 尽重你 对不对 你解决台湾人员危机嘛 不是啊 昨天高雄想稿 大家来看看 哪些人拿政治现金 高雄的名单 结果呢 高雄想稿你看 又丢会 又丢会啊 又跳电了嘛 对不对 你讲凤山 一下又小港 结果台电 跟大家讲说什么 松鼠啦 又是小动物之乱 松鼠用不腻 你说这种借口 这种理由 大家怎么能够接受 更何况 你花了大把大把的预算 再说什么 我要维系电网任性 听不懂 就是要花钱整修电路 花钱整修设备 结果呢 肥了云豹 肥了这些绿能电子 台电自己呢 瘦巴巴 干扁到不行 你看 负债比高达九成 到现在为止 大家真正好解释 你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真正把能源搞好 我们就来看 今天记者会上 今天赖品瑜 怎么为他的父亲 来辩护 听听看 好秀玲你怎么 我们来看看 赖金磷请辞救女儿 女儿挺身火线 捍卫父亲的清白 这个真是辞父救女 不过这个辞父救女的戏码 从昨天的声明 一直到今天的这个三点说明 赖金磷有四点声明 赖品瑜有三点说明 这中间呢就告诉大家说 你们大家都抹黑我 对但是我很想问赖金磷跟赖品瑜的是说 抹黑的事实的部分是什么 他说有证据他一定要提告 那他到底觉得哪一部分是抹黑 我觉得他没有再更详细的告诉大家 到底王宏威的指控 许巧新的指控 谁的指控 哪一部分他认为是抹黑 有关于这一个云豹能源 过去所有得标的案件 还有他所兼任的子公司的董事长 这些事实的陈述 请问哪一部分是抹黑 那我说你一个人兼了 云豹集团19家的这个董事长的职务 然后在你2007年这个担任 2017年担任这个董事长之后 一直到现在短短的六七年间 云豹从一个资本额 只有1000万的公司 突然报涨成是一个营收 只有1000万 报涨成是一个营收100亿的公司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呢 这一个搭直升机的登大廊的方式 我陈述的都是财报上面 所看得到的事实 是云豹公司 你说你是一个合法的上柜公司 你所提供给证交所的财报当中 所呈现的现象 2007年到2022年 就是暴涨了900多倍的营收 没有错 那你是怎么办到的 如果呢 赖静龄跟赖品宇 想要捍卫自己的清白 就是这个 说大家都是对他抹黑的话 就应该要把这个过程 详细的告诉大家 我是如何从一家公司 变成19家公司的董事长 然后呢 我在这个部分 我的业务推展能力 是如何从1000万变成100亿 我是怎么办到的 那这中间 没有打通这个政商关节 没有这个民进党的 这个政商的互相的掩护 或者是我指定 要把这个标案 给某某特殊的利益团体 所谓的律游游现象 到底有没有 这个 方案 大家对于政治道德界限的看法 现在不管是赖品宇 还是赖静龄都说 我们是合法的 我们在法律上没有问题 所以呢 赖静龄的四点声明当中 搬出了几个法律 搬出了再生能源条例 就是说呢 我台电会用这么高的价格 买我云报的绿能 那是再生能源条例里面 就规定了 那我被付了这么多钱 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就是规定的 就是这样 就是要给你double的 这个电价的这个收购 好 另外他又搬出了 这个证券条例 这个证交所的相关条例 所以我是合法的 这个成长 合法的跟这个证交所申报 但是呢 非常重要的是 他没有搬出的是 政治献金法 因为整件事情 让大家最严重的质疑是 你到底有没有 国库通党库吗 监察院的申报 你的确给了民进党的 新潮流的政治人物 将近一千多万的政治献金 你的确从台电 拿了这么多钱 让你的云报 变成百亿企业 那这些事情 都是基于事实的评论 那只是这中间的连结 民进党 是不是利用 绿能政策的规划 游戏规则是你定的 你怎么定这个游戏规则 然后呢 这个游戏规则里头 谁能够卡住哪个位置 也是你决定的 就是裁判也是你 这个求援 也是你求证 也是你发的 那你把这整个 整套的绿能产业链 变成民进党的这个金库 可以不断的膨胀 那这中间 有没有值得 可以检验的地方 这不叫做 这个法律上面 你违不违法 这是另外一回事 至少在政治上面 你是必须要接受 这样的检验 对啊 赖金灵请辞 到底澄清了什么 留下更多谜团 大家不能去检视 不能去质疑吗 他没有要澄清什么 他真的就是在止血 因为我们现在 候选人 大家都会去做民调 那这民调都是内参的 包括赖品尼 他一定会觉得说 我最近被攻击 我受伤多少 那我发现 真的是刘华提 吓下来 所以他今天 把调子拿高 爸爸你先辞职 你辞了以后 那我这个选战比较好打 因为你在那边 总是变成一个剑拔 那留着青山寨 只要我再当选的话 那将来我爸爸再有什么工作 那就比较容易了 对不对 有个女儿做护盾 又是立委 他可以想象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那比如已经招架不住了 不然那天不会跑给记者追 是啊 就是因为你问人 人家问你 为什么你有这个钱呢 为什么21倍呢 他就慌了 就赶快跑 那个形象对他来讲 是很伤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其实记者就要这样去问 你知道吗 我每次像我们五个人都是记者出身 我每次看到蔡英文站在孙小雅旁边 我都很冲动的想去问孙小雅 孙处长 AID的孙处长 我请教你 站在你旁边那个女人叫蔡英文 他每天讲你们美国在台湾盖的那个核四 会爆炸是很危险的 请问是不是 你给我回答 我当记者我很想这样 我说记者就要这样 台湾没有一个记者敢去问孙小雅 当蔡英文的面 都在包庇 我老实讲 但是你今天看到 对这个影响大不大 很大 所以当然要先做这样的止血 他今天把吊子拉高说 我们妇女一直都在反核 反吴茂 那反核反什么 他拿出一个地图上来 三个核电厂 我告诉各位观众朋友 新北市现在没有核电厂 不要再装了 我们核二厂今年三月都厨艺了 你还在拿那个 核市场从来没有开构 然后抗争核市场那些人拿多少钱 台电一直在补贴 我们核市场将来会 核市场从来没有发过电 钱都被你们拿走了 不用来这一套 我告诉你 今天台湾要不要核电 你只要看美国 为什么还在盖核电厂 英国在新克力甲还在盖核电厂 日本也在盖 韩国说 我们2023年 我们的核电要到30% 这些不是落后国家 不用再用那一套来骗人了 因为现在全世界对核能的看法 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如果民进人那么关心核能的话 过两天日本要放核汇水 你为什么不讲话 彩卫 就算刚刚说林姐讲的 完全看不到他们对于指控 对于所谓的他们口中的抹黑 有任何的澄清 而且今天社会大众 给他们家非常多次的澄清 不只是媒体去赌麦去访他 还有包括今天赖静玲 他要出来讲也没人拦着他 所以我说 如果赖平云他要告的话 我觉得最好就是明天去告 你三天之内去告 那你去告了之后 让今天要访卫来查明真相嘛 那如果你不敢去告 不就是间接今天的这一些指控 今天的这些控诉 完完全全就是真的呢 那么你凭什么说 大家不能去监督 今天这个云豹能源 是不是上市柜公司 是嘛 他今天做生意的对象 是不是台电嘛 台电是不是跟政府 有直接关系的呢 是嘛 那请问哪一个是在野党 哪一个是民众 不可以去监督的呢 今天不要脸 今天最可耻的 其实就是赖平瑜 赖平瑜今天身为是一个立委 他不去监督就算了 今天他出来讲的每一句话 几乎都是让完完全全就是在护航 所以我觉得赖平瑜今天 他更应该要说清楚的是 他今天在立法院 那到底他去监督了什么 完全看不出来吗 所以我觉得对民进党这样的操作 完全都不意外 今天他们就是断尾直写 完全就是断尾求生 但是如果最后赖平瑜上任之后 现在是切割嘛 上任之后就是回归了 自动愈合回来 之后就是回归了 这本来就是民进党的操作 要止血不是止止赖平瑜的血 而是怕赖平瑜被盖火锅 你会看到这个记者会的一个阵仗 如果只是赖平瑜的话 那些比他更资深的前辈立委 整个民进党党中央为什么要出来 因为影响到的是赖清德 刚刚台湾民进党会 不是赖清德的民调冲了吗 往上跳破四成 可是今天又公布一个新的民调 百分之42.9% 认为民进党跟黑金挂钩在一起 这个比例很高耶 史上第一次 史上第一次 然后认为不同意的是43.4 几乎是一样 而且54岁以下的人 认为民进党是跟黑金挂在一起的 所以他们现在必须赶快要止掉 其实这整个事件 赖清德和赖平瑜这事件 是馆长误打误撞 他本来是cosplay打了赖平瑜 就拉到了这个 拉到这个时候 为什么引起社会上这么关切 会对民进党的负面观感呢 第一个 人员政策本身就是 这次的事情 都会变成了 很高兴 对了 不信任党的负面 这次是 我们的故事件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